老實講 我覺得像郭律師 他上次有講過就是說 他這個沒有婆媳問題 是因為他跟太太 不讓太太跟媽媽有什麼接觸嗎 會有接觸 但我把那個間隔 隔離 拉得很長 拉得很長 就是過年 過年的時候我才帶回去 吃年夜飯這樣子 那平常當然有 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會碰到 那沒話說 這個男生很重要 那郭律師說 你還沒有帶太太 進過你爸媽住的地方 對 到現在都還沒 結婚幾年 今天快十年了 快十年了 爸媽住哪裡 爸媽就住淡水 淡水 你住臺北市 對 其實這樣也不遠 不遠 開車大概四五十分鐘就可以到 但是會這樣 主要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說兩家人 其實要不是因為我們結婚 我們就彼此不會認識彼此 還是過各自過各自的生活 但是不會因為結婚了之後 就非得跟對方的父母很好 對方的父母也沒有義務 一定會對你很好 對 所以不要彼此有獨立的 這個生活空間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說 好 這個我知道我媽媽的個性 是很強勢的 他可能會 一開始好像很好 對你很好 可是慢慢他就會 把他心裡想的東西顯現出來 會在無時無刻去介入說 這個決定怎麼樣 那個決定怎麼樣 所以我是很清楚 譬如說要念什麼科系 他其實可能想要念你念A科系 可是他都不會先講 他一開始說隨便你 你開心就好 你喜歡什麼就什麼 適性發展這樣子 可是後面他就會慢慢 有意無意的說 你應該念商科 念什麼 我覺得不錯 哪誰家的小孩子 他們念科也很好 念醫也很好 那但是他講不是說 要讓我隨性嗎 怎麼又可以 又一直暗示我好像要做什麼 他就是這樣的個性 然後久了我如果不聽 他就會明講說 我跟你講你就是要選什麼選什麼 對 那諸如此類的東西 你讀法律是他強迫的嗎 當然不可能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叛逆的人 我就是從小叛逆到現在 到我結婚都還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知道他的個性 這個樣子 所以結了婚之後 其實我知道就是媽媽的個性 會是這個樣子 那你娶太太 交女朋友的時候 他會有意見嗎 他不大會有意見 除非他看到我自己的狀況說 好像教我這個 然後一天到晚在那邊吵 他就說你是交了什麼女朋友 為什麼一天到晚要這樣子吵 大概會這樣子關心 吵了好幾個 不好說 不好說 印象中應該只有一個 對 所以我其實後來是這樣子想 就是說帶回去給爸爸媽媽看 這是每年過年都會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平常的生活都還是 是我跟這個太太在過生活 所以我就會想辦法降低 那個接觸的頻率 因為說實在的 沒有接觸 我們還是過得很好 我跟我爸媽的關係 也還是很好 如果我們家裡有什麼狀況 我也是會去處理 而且我都是覺得說 家裡有什麼發生什麼事 一定是我這邊的責任 不要牽連到配偶說 要一起來扛這個責任 這樣彼此的生活才會平衡 你爸爸媽媽怎麼會要要求說 你們假的 沒有也回來看看 煮一個飯 給我們吃 這個輪不到我下廚 因為我爸爸媽媽 他們都會下廚 然後我哥哥也是從小就在餐廳工作 所以根本就輪不到我下廚的 但所以回去呢 基本上 你家裡怎麼會說 你們德田的那個什麼 這太太都不會回來的 沒有 帶回來我們看看 好可怕的鄰居 真的啦 臺灣市有這種人 我相信有這種鄰居 但如果真的有 我會選擇沒有聽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不關你的事情 那是我的生活 你又沒有辦法來介入這樣子 那你們聽說你們這個團員飯 都在哪裡吃 我因為我沒有帶 我太太回爸爸媽媽住的地方 我們反而是說 一開始其實我們都是 在外面的餐廳吃 去飯店訂 其實因為我們爸媽 他們是很傳統的那種工作的人 他們都會到這個年紀很 年紀很大 就這樣說不要做 其實不用做了 他們還是想要做生意 好奇怪 這是他們的生活 我告訴你 他們應該不是說要一直要賺錢 對 因為我有去做那個 你平常很習慣的事情 雖然有收入 可是那就是日子的一部分 對 也是 我們後來就覺得說 這個也不要勸了 那也不是差這一點錢 他只是想說 如果現在不錯 林玉峰是想來上節目嗎 那就是 真的 那我來 拜託是大哥 讓我來 對 所以 所以我們其實一開始 都是去吃飯店 那後來覺得吃久了 然後覺得都外食 然後其實也都吃不到完 後來慢慢就是說 好 那不然就回家 我們叫菜回來煮 都還不錯 所以就都到我大哥那邊去 反正沒有像在我爸媽家 那因為你知道他們傳統做生意的 其實對那個衛生環境的條件 要求的不是很高 因為我講就是相對而言 可能我自己要求好一點 然後但是我爸媽 可以沒要求那麼高 所以如果要帶我太太回去 我就我自己心裡 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有點像這個新聞裡的這個 小姐 她就覺得說 這個環境不好 不想回這個先生家 但我是就是那個先生 我是覺得如果環境不好 打人家帶回來 好像還真的有點不好意思 可能 那當然我大哥那邊 就還不錯 就都帶回去 所以我們就號召大家 是那回大哥家 你爸媽做什麼行李 他們在 早期他們就在市場賣水果 歸季 賣水果 賣花卉 賣蔬菜 對 早期做這個非常好做 非常好做 就叫一卡車 然後一天一卡車一卡車 這樣子做 他是住在那裡 還是中國 沒有 就是零售 零售的 就零售 早期做非常好 早期做非常好 不然現在如果有店好 過 也有些收入 然後時間也有 老客人 老客人 還抗一下 都是 吃過幾個不用錢 也確實 OK 欣賞是我們今天不生的代表 因為黃醫師有生 然後您也有生 那你這個沒有生 會有沒有人勸你 其實我一剛開始的時候 跟我老公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因為住在美國 感覺出來婆婆真的是 還滿雀躍的 因為我老公是獨子 所以其實一剛開始一結婚 我跟她大概 跟我婆婆見面的第一天開始 她就非常勸問我說 就是什麼時候可以讓我生 就讓我抱孫子 還是抱孫女 然後那時候因為 那時候年輕二十三歲 那我老公當然就會覺得說 真的沒那麼早 因為我們當然還是要 先安頓家裡面 把工作先找好這樣子 這時候我就覺得說 婆婆可能真的還滿期待的 不過確實是因為婆婆 那時候因為意外就過世了 所以其實沒有被她逼很久 那接下來的話 回到台灣 其實我爸爸跟我媽媽 剛開始就是在我一結婚的時候 他們就開宗明義告訴我說 我跟你講以後我們退休 是不會幫你帶小孩 我不會幫你帶 對 就是所以說你自己要想好 這樣子的話 等於說接下來 我從美國搬回台灣 那個時候我跟我老公 其實在結婚的時候 本來是想說我們來生小孩 可是後來就覺得 你這兩個日子過得太逍遙 太幸福了 就想說這生態平衡 要這樣辛苦的磨合 才達到生態平衡很不容易 所以想說那就不要生小孩 那既然我爸爸媽媽就告訴我說 那我跟你講我不幫你帶 他就自然也不會 我覺得 像我媽媽這樣說明的也很好 真的 就OK 我爸媽不會幫我帶 我們就洗掉心 有些父母是這樣 就是說他不敢幫你親 但是他還怕說話 還是後面會怎麼樣 然後就幫你帶 然後一邊帶一邊抱怨 對 所以我媽媽爸爸 就是講的就是非常的開明 這樣子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就跟他講說 後來我跟我老公達成協議 說我們就不想生 他說那也很好 反正你生出來 我們也不會幫你帶 這樣子 OK 好 那所以說在我周遭的話 反而是 但是他有沒有跟你的哥哥 姐姐的小孩帶 也不會 沒有 真的也不會 搞不好他偏心有帶你那個 真的也不會 真的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他們真的就是那種 就是口徑都一致 然後行為也都一致那一種 可是我覺得我會面對到 身旁不認識的長輩 他會來關切說 你有什麼不生 最主要是這些長輩 像以前我就是租房子 在社區嘛 那可能打掃阿姨 看到我跟我老公 那老公就是外國人 就進進出出 打掃的阿姨 會 真的會 或者是說你可能在鄰居 在電梯裡面碰到鄰居 那因為我老公是外國人嘛 我跟你講混血這種事情 在台灣社會 大家就會覺得 很可愛 對 很可愛 然後接下來就說 你長得這麼漂亮 你老公這麼帥 混血店很可愛 你剛好都不生 之類的這樣子 對 那我就說當然可愛是歸可愛 可是還是我們自己的自由嘛 所以說只要是去外面 其實真的你去外面 你可能有的時候 我老公很會講中文 所以說你去外面吃餐廳 真的也會有長輩阿姨 就耳根就是耳朵會聽到說 怎麼中文講這麼好 他也會來攀談是說 你是哪裡的人啊 不認識的 對 不認識真的會 他老公講得很帥 他就說你怎麼中文講這麼好 你是在來多久了 那你是哪裡學的 他會非常的關心 好 那接下來就會講到 混血這個話題嘛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 你老公常常被問這種問題 會不會覺得滿煩的 他不會 他都會 他對於長輩 我覺得他很有長輩緣 他都說哪裡哪裡 你還會說哪裡哪裡 怎麼會這麼好 這樣子 那人家都已經把脖子伸那麼長 你當然會覺得說 這個你會不好意思 就是 他講中文 哪裡哪裡 我們就講會了 就是類似這種互動 其實我覺得很可愛 可是他們有的時候 就是像譬如說 不認識的長輩 或者是可能就是 比較領取長輩好了 他可能就會告訴你說 他會勸說 我跟你講你幹嘛不生 我說不想生 他說我跟你講人會變 想法也會變 你現在不 你覺得你不想生 等到你想生 我跟你講你就生不出來 然後就告訴你說 你看嘛你老公就是比你年長 其實也長六歲也還好 他說我跟你講 他開始告訴你說 你在台灣 如果你沒有小孩 你的下場會有多淒慘 然後就是會受到各自高 老年會很淒涼 對 很淒涼 我跟你講到時候你老公 不在你身邊我跟你講 你就沒有人陪你就一個人 那當然我就會說 可是不會啊 還是 阿姨我還是會有朋友 還是我們家還有養貓 他說什麼 你們家有養貓 朋友那是一回事 朋友有小孩日子 又不一樣了嘛 對不對 他們要顧小孩 有貓 等到你老公走了以後 你就一個人死在家裡面 貓就把你屍體給啃光 你會有這樣的清涼感 然後這樣 你沒有小孩 老公有時候會管不住 老公也很可能會向外跑 按摩多按摩 然後告訴你說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季起之生命 你怎麼就是都沒有 就身為人那個傳承的觀念 還怎樣 所以 好 然後我聽到最誇張的 生命的意義什麼 在於創造宇宙季起之生命 那還有一句是什麼 生活的目的 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 厲害 我們聯考這個 棒棒棒 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當我就開著名 剛剛講說沒有啦 我是真的是不想生怎樣 他就說 我跟你講 聽到最誇張就是說 他就說 Alors算啦 你不是不想生 你是生不出來 然後解釋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